同学 龙洋 你确定是从这里翻过去 从这翻过去 是教学楼的后门 这个时候他们再上课很安全 好 来吧 这就是实验室 您有什么事 我 我 老师好 这位是从南洋回来的王先生 他是我们的老校友 您好 这次回来呢就是想出资主学 这不是他这间教室啊 曾经上学的地方 现在这已经改成实验室了 要不人进来看看 不不不 我就不打扰学生上课了 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好 对不起啊 打扰了 老师再见 再见 喂 设备那么大呀 我从来也没跟你说过他小啊 这下有点麻烦了 怎么了 这么大的设备怎么运出去啊 那怎么办 不偷了 走 我们回去再想想吧 那路线能寄下了 都寄在这儿了 走吧 好 同学们 大家看一下黑板上这道立体 这道题可以用刚才的这道公式算出来 你看什么 大家可以算一下 试一试 干嘛呢 蠢子 不行 现在你不能过去 跟我走 跟我走 快走啊 你松开我 怎么了 生气了 没有 还说没有 口气这么生硬 你为什么不让我见蠢子 我这不是怕误了我们的大事吗 你别忘了 我们这次来是干什么的 我知道 为了偷设备才盘子 对啊 如果春子告诉了学校 那我们还偷什么 他就不会那么干 他不会 你想想 如果他知道他心目中完美的男人 是来偷设备的 他会怎么想 他肯定会特别失望 他不会那么想的 看来你对女人还是了解不够啊 就像你多了解女人一样 行了 这样吧 等我偷完设备以后 在安全的情况下 我就不懒你去见他 好吧 真的 真的 狐狸要生存 狐狸要生存 打倒天长黑心老板 打倒天长黑心老板 狐狸要生存 你这要喊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说你带什么头 我就是要带头 你干吗这样呢 咱们进去 咱们进去谈谈 我不想谈 我不想跟你谈 你什么的你不想谈 你们都快杀了他 有谁敢进去谈谈他 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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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呢 怎么弄他 没事没事 宝爷啊 你还不浅呢 老板 这还用问吗 怎么弄得 这就是掉进了女儿国 叫女儿给抓了呗 你这小子 没想到你还有这份心思啊 甭坤 甭坤 甭听葛事也是瞎说 你说啊 这事你要再不管 柔曼那小丫头片子 能把那天上的云彩摘下来 给你当棉花大量 发生什么事了 赶紧说 他 她带着舞女 在咱们这天蝉门口这游行呢 游行 我怎么没看到的 他们围着天蝉这转悠 那你们进来的时候 兴许他到后边去了呗 你听 你听 又过来了 又过来了 吴女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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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挺新鲜的 新鲜的 我看那柔曼啊 带领吴女带头那游行 我就想把她拉回来 我拉她 她不回来 我使劲一拉 她嗷了一声喊 所有的吴女都扑上来的 有的咬 有的啃 有的挠 有的挠有的踹 把我折腾惨了 你还看这包牙红的人 他们给巫女送水 还有几个向巫女打听 她为什么游行啊 那巫女说了 说天才啊是假装修 成心不给他们开公司 不给他们饭吃 拿回来 他们要真实的 他们要真实的 就打赶不过海 lovers 他们要大禾 打倒天山黑情老板 打倒天山黑情老板 母女要吃饭 吴女要吃饭 姐 我好累啊 你以为我不累啊 我这嗓子怎么咳牙了 打倒天长黑系老板 打倒天长黑系老板 吴女要吃饭 吴女要生存 叔叔 叔叔 你们能不能先消消气 我跟你们那领头的单独说两句 打倒天长黑系老板 打倒天长黑系老板 行行行 你打倒我 打倒我 我们掌柜的已经同意你们的要求了 行吧 你少骗我 你当我三岁的孩子呀 我真的没骗你 对我都散了吧 别别别这样闹了 我这么说啊 我骗你 就让我吃饭找不着筷子 我上次桌找不着手指 这 这 这成吧 你去死吧你 我真没骗你 我骗你 天打五雷轰我 我我我骗你 我明天就变成绿毛龟 你行吧 我看你现在就像个绿毛龟 行 想你说什么试试吧 行 我再信你一回 姐妹们 吕万才这个大坏蛋 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真的 真的 这次我们的游戏 取得了圆满的胜利 太棒了 这次都圆满 掌柜子 感觉你 不是说给葛事业听的 你是真答应这帮巫女的要求了 当然是答应他们了 干吗要说给葛事业听呢 对了 刚才俺进来的时候 我回头一看 看见包牙红那几个人 一直盯着呢 你确定是包牙红的人吗 肯定是那几个呀 就是给巫女送水那几个人 那王夫生 焦大鹏那边有什么消息 王夫生看他来过了 他说日租界那边 小鬼子挺平静的 没什么动静 那就好 小鬼子那边没什么动静 那就只剩下包牙红了 既然包牙红想插一脚进来 那我就给他这个机会 来了 笑什么 笑什么笑什么 只要是这批货 进了天长 出 那都是真心白意呢 你这催吧 什么东西进去出来 就成了纯紧白眼 小子太能干了 搁点车 我给你牵着去 看什么呢你 过来看什么呢 没有没有 这没有啊 看你这听了 这这老子是哪儿的呢 老子是谁棒的 这这什么啊 这叫什么名啊 露子 我露死你你知道吗 我露子 你都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就是天长那个张大宝 亲口说的 奶奶 我就说嘛 这天长放着好好的生意 非要搞装修 这里头肯定有猫娘 没想到吗 让一群游行的娘们给搞穿了 这也该找我爆牙红走运 大哥你是想 没错 老子就是要截了这批货 啊 哈哈哈哈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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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er 快去给大哥报告啊 你们千千万要盯住了啊 放心吧 打仨 洪哥 洪哥有消息了 洪哥 什么情况 他们从十六坡码头仓库出来了 好 兄弟们 我们斧头帮在上海滩数一 数二的帮班 那在江湖上也是有头有脸的 这跟姓吕的才来上海滩几天呢 就跟骑在咱们的头上拉屎 炸尿 你们说 咱们能咽下这口鸟屁吗 不 洪哥囊 洪哥囊 好 求你们 出发 对了 我要的东西带来着 你放心 一样也守不住 行 咱们走吧 怎么了 正贵的 谢谢 感谢观看 好 知道了 何叔 何叔 来来来 老板 老板这么晚还没睡啊 有什么事 帮我背车 我要出去一趟 这么晚了 你还要出去啊 我要去看一场好戏 你们干什么呢 怎么办 好 他们认读了 待会儿大伙儿跟我一块冲出去 给给给给我砍 好 快点 流石 回来 回来 追什么追 咱们的目的是追车货 货都到手楼还追什么 是是 兄弟们 拉着货 撤 快快快 撤撤撤 没人 没关系 的 尼职 咱们的 resolved 没关系 到困客 我们来帮忙 快去 了 我说陆牙 你已经已经要这么多货呀 不用啊跟你说你也不懂 现在东西堆这儿 要是被巡逻警察看见了 那不坏了 王伯章 东西带来了吗 那能忘了 来 来 什么东西 帮忙 帮忙 这到底干什么呀 我可不知道 这你得个二等贵的 问你呢 咱们干什么这是 等人呢 等人 等谁呀 来来你就知道了 王伯章 行 看看去 得了 你怎么都神神秘秘啊 你怎么都神神秘秘啊 快点儿 大哥 洪哥 您这儿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啊 吕先生给我打电话 约我来这儿看风景 没想到这儿这么热闹啊 干吗呀 您这儿看风景 您这儿看风景 这上海滩多的事 您就算看西洋景呢 还有电影院呢 我这儿有什么热闹可看啊 洪哥 深更半夜的 你的兄弟在忙什么呢 我的兄弟 当然是忙我自己的生意呀 你这儿看风景 没爱着你们看什么风景吧 洪哥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说说 你那些都是什么货呀 姓吕的 你觉得你有资格 帮我这些东西吗 既然洪哥 不愿意告诉我们 里面是什么货 陈芳 你出来告诉他们吧 姓洪子 这批货啊 都是带这个磕巴 从我手里边抢来的 你 你他娘呢 骂 骂谁啊 谁磕巴呀 放肆 那个小憋子 对我抱牙红这么说话 是不是啊 你今天要拿出证据来 我不管你背后有什么人 你看我怎么瘦嘴 我要是拿不出证据来 这大晚上的 那不是摆让森哥 还有我们掌柜的 跑这儿看风景来的 你可别告诉我 这里头全是鸭片和白骨 真的 我们都是干的 这种东西 他们有 我也有 那就即使他蒙对了 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吧 包牙红 你腿不要脸哪 幸好这批货 是我们田产给那些武女们买的米面粮油的 哦 大家都知道天蝉装修 武女生活艰难 我呢就表示愿意出钱补偿 可是他们说局势艰难 只怕有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这些东西 所以就请我帮忙 我就派人去石楼铺码头 把这些货拉回来 但是没想到鸿哥 你连这些货都解 这也太不上道了吧 幸运 不管这事是怎么发生 我承认 这是我灾的 你想怎么样 首先 当然是要把这批货还给我 不然的话明天巫女又上街游行闹我 另外 你打伤了我的兄弟 怎么都得赔点医药费吧 说什么呀你 洪哥是什么人 他会看上你捋万才 给巫女买的东西 说什么呀 一场误会 是 一场误会 这样吧 这事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还有同老板说过 如果有谁干出兄弟相残的事 帮归处置 好 我赔 说吧 多少 不多 这样子吧 要不这批货的货款 就由洪哥你来付 怎么样 同意 谢谢 咱们在这到底等谁呢 半个小时了还不来 你着什么急呀 这儿空气多好啊 这不比你在地下室闷着强 偷完都给不跑 你等着别抓呢 我还真希望出点什么事 要不这一天呀 没事干呀 晚上我睡不着 你下来 不下来 你坐这儿被人看见了 你下来你别在这儿坐 你坐这儿被看见了 来了 好 小贵子 妈 得急了吧 我跟王副说我们俩不着急 这位 居的是蹦 你怎么来了 不是头疼吗 头疼 刚才是装的 装的 到家再跟你说吧 先把设备装上车吧 走 走 好了 这些设备就全交给你了啊 走 你们先别走 我有点事想问你 你装头疼 就是为了对付报牙红是吧 对啊 谁让他非要插一脚进来呢 本来我 还担心给吴女买东西要花一大笔钱呢 没想到这个时候包牙红跳进来 我逮着这个机会 不坑他坑谁啊 那为什么要骗我呢 这个我来解释啊 其实我们掌柜的这一石二鸟的计划 他早就想好了 只不过到学校去拿设备这事 不是刚开始跟你聊你不同意嘛 好不容易把你给说服了 完了掌柜子又不去了 这 这怕你也不去 就只好装头疼 对嘛 那就是你没拿我当自己人 谁不拿你当自己人了 这不明摆着呢吗 你可以跟我说呀 我是不讲道理人吗 他问题是吧 问题是什么 问题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 现在我把设备全都借回来了 爆牙红也让我给整了 这不挺好的事吗 什么挺好的事啊 我们呢 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啊 对啊 我什么时候说你们没有功劳 都有功劳啊 我们功劳在哪呢 他说半天了 现在不是分给你们了吗 现在 什么服务分给我们了 你得说清楚 这事不能这么晚了 你看王二哥爬 对就是 行 你们要吵初一吵行不行 你让我们出去的啊 走 走 对 我也听见了 再见 行 你们永远是对的 走 快点 走 站起 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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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来 你看看 来 接着 怎么 老赵有信任我 不是 今天杰森不在家 我过来看看 她还好吗 放心 有我们在 她没事的 那我就放心了 你知不知道路亚现在谈恋爱了 跟谁啊 那个女孩是个日本人 叫淳子 是田中的女儿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她跟田中的女儿怎么能谈恋爱呢 你觉得这事你能管得了吗 管不了我也得管 你是知道的 田中是我们的杀父仇人 我觉得这事你要慢慢来 很多事情欲速则不大 这怎么可能呢 别的事情我可以不怪 但这件事情我不能听之认之 你跟路亚真不愧是姐弟啊 性格真小 都是那么倔强和任性 是 这件事情也许我跟她谈并不合适 我跟她的关系你是知道的 我们说不上两句话就会吵起来 你和路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居然闹成这个样子 十年前日本人入侵东北 我们分手以后 我就跟父母躲进了租金 父亲看不惯日本人的暴行 在新生报发表文章 痛斥日本人 一天晚上 一伙日本狼人闯进王家 父亲赤手空拳地跟他们搏斗 一边对我大喊 快走 凶手向我们走来 父亲扑过去 堵住了厨房和客厅之间的门 凶手一刀一刀 四向父亲的生气 父亲疯了一样地跑过去 帮助父亲 一边对我大喊 快跑 快跑啊 带上弟弟 要保护好他 这就是我听到 在这个世界上 无尽最好的人 我带着弟弟 在黑暗的大街上 拼命地狂奔 四伙满上海的乌鸯 都在我们周围盘旋 死神就要降临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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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十一 救救我们 这怎么回事啊 他们 他们都是日本人 他们刚杀了我的狐狐 我求求上 我爸爸弟弟 救救我 你救我 救救你 给我一个就你的理由 我做你的女人 杰森救了我 他没有强迫我做什么 失去了父母 我们没有了生活来源 为了弟弟读书 我只好 到武厅当了歌女 怕影响他的学习 我就骗他 说父母 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钱 你父母被杀 是什么时候的事 是我们笑约一起离开上海那天 你没有来火车站 我一直在等 等到火车开动之后我才离开 听完秋章讲述的故事 吕万才心中不免对 邱章产生了一丝怜悯 对他的不告而别 也多了一分原谅 但是他也知道 自己必须对两个人的情感 做个了断 为了保护枪械师 他必须忍痛割爱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 吕万才和秋章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也成为杰森的一个心结 通过种种蛛丝马迹 杰森感觉到 吕万才和秋章的关系 绝不那么简单 陪了夫人又蛇兵 这可不是他杰森的风格 为了让吕万才 不对秋章有非分之想 杰森知道 自己必须要拿出一个 解决的办法 森哥 找我有事 来了 坐 好 刘妈 先生 吕先生来了 请夫人下来 好的 喝一杯 好 来 李先生 先生 你来了 嫂子 您好 酋长 东西准备好了吗 先生 这是我们备的一些礼物 你看满不满意 来 来 金蕾丝香囊一对 景泰兰手镯一对 如意公花两合 如意猪杖一副 各则绸缎十六匹 金香猪十兰花田一合 夕阳首饰一套 早上等养九十瓶 这 是什么意思 我和邱章商量了 葛师爷说得对 前一阵时间我们太忙了 把他和小婉的婚事耽搁了 你 赶紧把婚事办了 知道吗 让照顾 和小婉有婚约 本来就是权宿之急 这样已经很委屈他了 他毕竟是个姑娘 如果真的在上海成婚 这算什么事吗 这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 现在是火燒眉毛且顾眼下吧 火燒眉毛且顾眼下 咱们得先过了演一下这一关 可是我怎么跟他说 要不然你来说 是得想想怎么说呀 不用说了 我愿意 为了打笑杰森的顾虑 吕万才被迫和小婉 走进婚礼的殿堂 虽然他满面笑容 但是内心却在挣扎 特别是看到邱章的时候 几乎难以自知 但是吕万才很快镇定下来 他知道为了完成 掩护枪械师的任务 这场戏必须演他 必须要戏家请政 雅谦 雅谦 今天是我们天禅大舞台老板 吕万才先生 和刘晓婉小姐新婚之日 俗话说得好 百年修得同传度 老周子来了 可是他晚上他爸 他妈是谁呀 我俩只知道他爸 他妈是谁呀 那不就是刘晓婉的妈呀 来和西哥呀 周 那这是好事啊 这么说别人 那是他妈了是吧 对不起啊 你俩说仨哪儿 在刘晓婉的妹妹 看妹妹来了 在 在哪儿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要看她们放下这个 来到洛宫 送给到洛宫 送给到洛宫 不再去 快去 我什么地方 行不去 我家伙子 不许那种 你不许那种 是挺有意味的 我都想起来 呸牙 我做到了 我都想起来了 我怎么 vaya 我怎么回事 我都想起来 你什么意思啊 怕我吃着你啊 我怕我吃着你 就是了你 你干嘛呀 我知道 这场婚礼不是你想要的 那好歹也是人家第一次成亲吧 总得把程序做完吧 我想要什么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不就行了吗 我当然清楚我想要什么呀 我知道做人要积极努力 我可不想像有些人那样 选错了才知道 身边的那个不是自己最喜欢的 我可没说过 身边的那个不是自己最喜欢的那个 我是说我最喜欢的那个 已经不在身边了 不一样了吗 练绕口链呢 一样了 都一样了 好像也有点一样 不跟你较劲了 你愿意睡沙发 你就睡吧 我祝你啊 睡个好觉 做个好梦 最好呢能梦见老天爷 到时候你别忘了问问他啊 哪有卖后悔药的 怎么了 头又疼了 吃药啊 吃没了 求我呀 求你什么 帮我安头啊 美的你 我给你拿两瓶安眠药 你先吃着 明天我给你买止疼药去 行 谢了 我给你帮我 现在他们在买了 大衣 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谁想到我们来说 我来说 你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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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